位置交易廣場一帶 今天人流明天尾之前的 這個位置每天都在這裡 順便在AFC勾個圈 現在時間下午5點半 距離食市收檔還有半個小時 見到有些人都在裡面吃東西 最後衝刺 至於Mabelle 是暫時沒有客人在裡面看東西的 我想周詩詩 情況都差不多 應該都沒什麼客人 因為現在這樣的時勢 都比較少人買東西 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無客人的 走遲一點 都是一些賣名牌的庫頭 連Vino Shopping都沒有 願望很多港女買的手煉品牌 都是無客人的 我個人不太喜歡這些 有些豬耳性的物體 我來魚大隻標就算了 看看Apple Apple不知道今天多不多人 什麼樣子 照樣子 全中提早 全國比酒座好 不然是在裡面看的 很想在裡面看照片 很想在裡面看照片 但植園也有比較多 然後看看 還有衣馬二三的店鋪 感覺整個場景都很冷清 CK都沒有人看 另外這個品牌也沒有拍腳 我走前一點看護膚品店 應該是沒有拍的 大家都是自在逛逛街 Chanel 都是沒有人的 找到比較大問題的Dior 有很少量的客人在裡面 那些人純粹走過經過逛逛 為什麼真正買的的人好像真的不是很多 看完這裡 我都趕著搭船回去 還有15分鐘可以讓我拍一下 但是因為我還要走過碼頭要10分鐘 那我快拍一下 那些店鋪裡面都是沒有客人的 大家全部都是走過 路過 就沒有什麼進去店鋪裡面看的 我走到一樓這個位置 那也是 店鋪裡面沒有什麼客人 那我走到一樓這個位置 店鋪裡面沒什麼客人 那我走到一樓這個位置 那都是 店鋪裡面沒什麼客人 那這條天橋呢 那這條天橋呢 是通往中華碼頭的 那它有很多個來到 包括有這個 南媽島 余景灣 長洲 平洲 梅窩 等等 那今集先拍到這裡 多謝你們收看 記得按個讚我 還有訂閱我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